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装的模型是万代在2023年3月18日 发售的FIS系列的最新产品 新假面骑士 这款产品是采取一般店头发卖的方式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4000日元 全部的板件加在一起总共是会有9块 但是因为当中有一些板件是特别小的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真正大的板件可能也就只有那么两三块的样子 所以说这款产品的零件数量是相当少的 4000日元的定价真的是有够贵的 预涂装的零件也就只有一块 而且只有三个零件 一张铝箔贴纸主要是用于腰带 鞋底还有敷衍处的补色 至于补色效果如何的话 全部装完了之后再来说 最后还有一份产品说明书 双面印刷的四折页 内容量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抓紧时间直接开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速完成了全部的组装之后来简单的聊一下这款产品 首先这款产品拼装真的是非常快速 我大概就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完成全部的组装了 主要还是因为这款产品身上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不要看这款产品结构虽然说简单 但其实分色做的还是挺好的 首先在本体身上基本上是做到了完美分色了 特别是在头部的地方分件数量是非常多的 像复眼下面两块内痕的地方也做出了独立分件 而且使用的还是黑色的透明零件 可以和头盔其他部位做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质感差异 包括脑袋后面 头发的地方 还有后面这块三角的地方都是有独立分件的 两个复眼处的地方也用到透明零件 里面会有一层银色的透明贴纸 两个复眼的亮度我认为已经够了 但是因为复眼的透明零件和下面的银色贴纸之间 是会有一定的缝隙的 所以说两个复眼给我的感觉稍微会有一些空洞 还有额头上的两根贴线 这边也是独立分件 还有银色涂装 效果也是挺好的 背后翅膀图案的地方也是独立分件 但是这块零件明显会比打底衫高出很多 明显凸起来一块 这里如果可以把这块零件做的 和打底衫一样高的话 我认为会更好一些 产品中的补色贴纸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了腰带的地方 像这种一小点一小点的地方 全部都是补色贴纸 这个数量多到丧心病狂 包括背后银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补色贴纸 这些贴纸其实如果单论外观表现的话 我认为其实并不差 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真正有问题的地方是这些小的贴纸 在把玩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剥落的 或者就是手稍微那么一蹭 很容易发生位移 这是一个贴纸比较大的一个缺陷 如果是实在是不能够忍受这种贴纸的话 只能去自己做一下手涂 这款产品的手涂 我认为也不会有太高的难度 就是这么几种颜色 黑色银色红色就完了对吧 而且这个结构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手涂一下的话 我认为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做手涂补色的话 记得把皮套中间的拉链 还有一些某钉处的地方 也都加上一些银色的涂装 这些涂装全部都加上去之后 我认为这款产品的完成度 已经完全不输SHF的产品了 在身材比例的还原上 我认为这款产品做的也是挺不错的 拿出SHF的产品来做一下对比的话 我认为两款产品 其实在身材比例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像躯干处的地方做的就非常饱满 还有肩膀处的地方 整体的连贯性 我认为也很好 基本上没有穿帮位了 还有在很多早期FRS产品上 一直被我吐槽的宽关节的地方 这次做的也挺不错的 里面是加入了一定的褶皱细节 整体个位的感觉就相当自然了 包括在皮套零件的表面上 也是和SHF的产品一样 是做出了类似于皮夹克一样的粗糙纹理 甚至连光泽都很接近 所以说这款产品拼完了之后 我认为皮套术的地方 也不用做什么特殊的处理的 就这样就挺好看 只要把胸口术的地方 这里有点高反光的地方 稍微上一层消光之后 这款产品纯素组的表现 我认为也挺不错的 脖子处的领巾零件会有一个替换零件 可以把原本垂直状态的领巾拆除 然后换上一个飘起状态的领巾 这个飘起状态的领巾整体造型 我认为做的还是相当有动感的 也许将来还会推出一个拼装版的摩托车产品 但是领巾有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个就是脖子处的卡扣零件是非常细的 很容易折断 在装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些 还有装上去的地方是一个C型扣 装的也不是特别紧 轻轻一碰是会发生掉落的 另外第二点就是脖子处的红色零件 它旋转的角度也是有限制的 并不是360度无限旋转的 就只能够在身体的左半边 大概45度角度进行旋转 可动性方面低头和抬头的角度 都不是特别大 脖子后面的头发是有可动的 是可以拉出来一段距离的 但即使是拉出来一段距离之后 可动幅度也并不是特别大的 然后左右侧摆的幅度也只能算一般 转头没有问题 在肩膀关节的地方 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外拉关节 把这一处关节拉出来之后 手臂前身幅度是非常大的 超过45度了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摆出 非常标准的封面动作了 但是所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从后面看 肩膀处的地方会有非常明显的穿帮位 还有很大的空隙 这个就属于造型和可动不能两全了 如果要造型好看的话 就只能稍微找一下角度 不要看背后就好了嘛 肩部平抬可动可以超过90度 大臂的中间会有一处平转可动 然后肩膀处的地方会有360度的平转 曲肘关节的地方是双段关节 曲肘幅度大概在160度左右 曲肘关节也是相当的紧实 捏着手臂可以把整个身体都支撑起来 替换手型就是传统的球形关节 这次的替换手型数量是非常少的 一共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实心拳 另外一种就是五指伸直的手型 曲腕处的地方上下两段都是球形关节 弯腰和挺胸的幅度都不算特别大 左右侧摆几乎等于没有 平转的时候也会受到一定腰带的干涉 大概左右各30度左右 还有就是腰部和胯部连接的球形关节 是非常松的 稍微用一下力就会上下半身分离了 下半身宽关节的地方会有大幅度的下拉关节 拉下来之后腿部前踢90度 后踢45度左右 平踢也可以到达90度左右 大腿根部会有平转关节 屈膝关节的地方是双脏关节 屈膝可动接近于180度了 脚腕关节依旧还是传统的斜叉转轴 平转360度 抬脚和踮脚的幅度都是挺大的 然后左右侧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脚掌前端依旧是没有给独立可动 然后脚底下面的纹理 是通过贴纸的方式来还原的 视频的最后再来给这款产品试穿一下 SHF产品当中所附属的布置封衣 穿的方法和SHF产品一样 也是把手掰到后面来 然后穿过绣管就可以了 首先可以看到FIS的产品穿这件封衣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是可以完美的穿上这件封衣的 至于穿上的效果如何 我认为相较于SHF的产品来说 也会稍微好一些 因为毕竟FIS的产品体型更大 然后肩部也会更宽 可以把这件封衣稍微撑开一些 造型会比SHF稍微强那么一些 如果这两款产品你都有买的话 就可以把封衣借过来 穿上摆个POSE拍张照片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好 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